台东线虽然输球,但先发投手杨笑龙表现时候教练肯定,认为他球速虽不快,出手角度却能混淆打者,是一大优势。 中央社分享 U18东岸联盟棒球赛台,东线联队今天与新北市联队交手,台东线最终以0比3输球,但先发投手杨笑龙表现时候肯定,杨笑龙球速虽不快,出手角度能混淆打者。 这是优势,未来性被干好。 新北市联队由古堡加商球员组成,今天派出阵中两名强力左投,先发投手王燕成头7局标出8次3阵,月阵华后援2局两人联手封锁台东线队打线,没有失掉分数。 台东线队先发投手杨笑龙,今天投6局被敲5支安打,首局接连被敲安打掉分,4局在英接连被敲安打,队友手被失误,失掉第二分,非则失分。 台东线队总教练叶明家表示,整体投手战力来看,新北市对战优势,台东线队阵中好的打者多是左打,今天虽然在打线上也有微调,但仍然无法突破王燕成汉月振华的压制,速度跟不太上。 虽然最后吞下败仗,但叶明家表示,面对传统一级强队,可以把比分咬得这么近,对团队自信心也会有提升,台东线队球员素质平均,主要打团体战,也不断叮咛球员,不论比赛领先还是落后,态度不可以有差别,都要尽力在场上表现。 对于先发投手杨笑龙,叶明家表示,他在高一高二的时候态度上比较散,但高三这一年心态上更成熟,教练团也有勉励他们高三的球员要跳出来带头,杨笑龙球速不快,但是直球和变化球出手角度一样,容易混淆打者,是一大优势。 杨笑龙认为自己的表现不算很好,面对传统一级强队,他们的打者选球很好,今天坏球太多,还可以更好。 他也提到升上高三后更有自信,希望用好表现带领球队。